这是1935年4月6日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 以为满皇帝的身份第一次访问日本时的真实影响 镜头中可以看到日本方面派往大连迎接溥仪的比瑞丸号战舰 抵达日本横滨港后 日本御人天皇的弟弟雍人亲王登上战舰接出了溥仪 然后一同乘坐火车前往了东京 此时日本天皇御人已经亲自到达车站 等待迎接溥仪的到来 并且以超高规格的礼遇 为其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随后御人和溥仪在一起检阅了骑兵部队之后 乘坐着日本皇室专用的马车 前往了日本皇太子所居住的赤板犁宫下榻 1934年3月1日 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紧锣密鼓的操纵下 即位了为满的傀儡皇帝 而日本为了掩人耳目 欺骗世界舆论 制造溥仪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君主形象的假象 于1934年6月 日本天皇御人派遣自己的弟弟智富公庸人 以特使的身份访问了维满 并向溥仪递交了亲笔信 对其登记表示祝贺 这也使溥仪产生了自己是真正皇帝的错觉 此后 为了作为对致富公庸人访问维满的回访与答谢 进一步笼络溥仪 使其更好地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所服务 日本关东军又一手安排了溥仪的第一次访日 为了此次访日 日本方面特意组成了14人的接待委员会 来具体安排溥仪访日的流程 同时派出了天皇预兆的比瑞丸号高速战列舰 在多艘战舰的护航下前往大连迎接溥仪 等到这一切都计划好之后 关东军才正式通知了溥仪访日的安排 而所谓的访日 实际上就是关东军为了让溥仪做日满亲善的公亲示范 进而达到稳固其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险恶目的 尽管溥仪也曾心怀不安 想要终止访日 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听从日本人的安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